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洪月城的战地极大 而且还在不断地往外扩张 李云霄出了城北 便不再受洪月城近飞的规矩管制 直接化作一道光芒 就冲飞而去 半个时辰后 在两百里开外的确看到一座彩桥 横在一条河流之上 四周还有一片浓庄 果园 竟然是有人隐居于此居住 水声缠缠 溅起一阵白烟鸟鸟 如同世外桃源 李云霄凌空凝视着一切 冷笑一声 瞬间就落在桥面上 冷声说道 我已经来了 相约之人 出来吧 并没有人影出来 而是想起了一道琴音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突然 曲音一变 化作铮铮铁马 横渡大河而来 杀气一片 就连那水声也在这弹奏下 变得湍急起来 嗔 那琴音被一只大手拍下 猛地停了下来 发出 嗔嗔的回音 在桥的四周来回阵响 一片杀气肃然 啪啪啪啪啪啪 一连串的掌声响起 便听见有人轻声赞道 豪曲 豪曲啊 将那必杀之意 跃然于琴音里 如此弹琴的境界 怕是那天琴舞帝立华驰 也不过如此罢了 紧接着 一道光芒从天而来 直接降在彩虹桥的对面 露出了树道人影来 其中一人端坐在众人前 正是抚琴之人 淡然地笑道 狗大叔太过强了 李云霄定眼望去 那人竟是阮子林 他哑然失笑道 真是一群恬不知耻之徒 刚才那句话 你们可敢当着丽华驰的面说 有何不敢 勾心光 冷冷地喝道 我只是实事求是而已 就算他丽华驰舞道 比我要稍强那么一点 难道还不许有人的情道超越他了 李云霄一阵反胃 急忙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说道 好了 好了 你说的全对 此事就不要提了 阮子林脸上毫不掩饰的争鸣杀意 讥讽道 当真是射自头上一把刀啊 我就知道没有美人留信 你是不会来的 现在见到我 知道中计了吧 后悔了吧 不过这些都已经晚了 他一挥手 那白烟之中到处都是破空之声 周围不知道埋伏了多少人 一下子将李云霄围困住 杀气几乎要有如实质一般凝结起来 哼哼 子林兄 你也太看得起他了 杀这么一个喽啰 还要布置得如此精密 派遣这么多的高手 另外一名公子忍不住笑道 也是那日九楼内的公子 李云霄看了一下 倒是尽数全来了 狮子薄兔也要尽全力 就是这个道理 阮子林须须笑道 此人怎么说也是杀了西域五节之一的强者 多少要给他一点面子 另外一名公子大拍马屁地赞道 子林兄果然是高才 在下受教了 阮子林死死地盯着李云霄 宁笑道 李云霄 你是无情之人 但本公子并非无义之辈 只要你肯从对面爬过来 在我面前磕三个响头 再从我的裤裆下面爬过去 我便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他脸上的宁笑之色渐渐地凝固起来 他本想看着李云霄中计之后 惊慌失措的样子 或者再次见到自己时勃然大怒的样子 亦或者听到可以活命时犹豫不决的样子 但这些 他通通都没有看到 他看到的仅仅是一张无所谓的欠揍的脸 那张脸上淡淡的笑容 和古井无波 风轻云淡的眼神 都让他很想很想往死里揍 揍一百遍 而当他说出求饶条件的时候 对方更是一点都不尊重他 当着他的面挖鼻孔 那一脸的天真无邪 那张着嘴巴挖鼻孔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阮子林静心布置了这么多 与其说让李云霄死 他更想看到对方从精神上 也被摧毁的模样 让所有人都知道 得罪他的下场是万劫不复 但此刻他已经没有了这种闲心 突然觉得自己弄这么多花哨出来 真的是很无聊 拿下的 别杀了 我想慢慢的玩 阮子林一挥手 轻声说道 他只觉得有种无力之感 看来只有先把李云霄拿下 慢慢虐待 才能让他醒悟过来 才能看到那些 他想要看的表情了 空中顿时一道道的原力波动传来 所有人全都蓄势戒备 随着一人瞬间出手 数十人同时挥动兵器出手 一下子光芒灿烂 映照满天 将所有白色的水汽驱散 往霓虹桥上轰了下来 阮子林轻声笑道 狗大叔 可惜了你这霓虹桥 今日怕是保不住了 狗心光大笑道 桥毁了可以再见 他能为子林公子牺牲 也算是完成使命了 阮子林笑道 若非红月城的五帝强者 全部记录在册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调动权 否则也不需要来这里 劳烦沟大叔了 沟心光大笑道 这是在下的荣幸 子林公子再这么说 那就是见外了 以我看 公子自己带来的这些五尊强者 就足以灭杀此子了 阮子林道 但愿吧 此人毕竟是一招就杀了成勇的存在 不可小觑 那些出手的术师人 全是阮子林从阮家偷偷带出来的人马 至少也是五尊级别的强者 几乎是阮家他能够调动的中间力量 都被拖了过来 毕竟没有长辈的令牌 无法调动家族五帝 没有宁航风的口谕 无法调动禁军力量 这些全是他力所能及之处找来的强者 全是五尊啊 这场面 李云霄赞叹起来 脸上却是一脸的讥讽 他的身体慢慢变成了淡青色 瞬间化作一片雷玉散开 雷玉的中心浮现出那把锤子 立即天地变色 万道雷霆炸开 雷霆万君之 动感光波 李云霄欢快的声音响起 雷电之光 吞噬天地 瞬间将霓虹之桥 彼端的天空大地全部吞没 整个世界化作一片青色 那些五尊强者 尽数被笼罩进去 各种攻击的光芒一下消散 只传出一声声的惨叫来 什么 声化雷霆 阮子灵等人猛地跳了起来 眼珠子都要掉在地上了 那一片雷霆电狱 笼罩了半个天空大地 将所有的一切全部吞噬进去 这 这的确是江家的声化雷霆啊 勾心光 浑身冷汗淋漓 坦特不已道 子灵公子 这 这人 真的不是江家之人 他心中 忽赏忽下的 暗想 不会是阮子灵和江家之人闹气 所以 来引自己出手吧 那 得罪了江家之人的后果 可比讨好他这阮家嫡系 要严重得多了 阮子灵的脸孔扭曲得异常厉害 怒吼道 江若冰 你这个贱人 江家如此绝学 也敢外传 马上就要成为我嫂子的人了 竟然和这小子暗生情愫 当真是该死啊 他脸上一阵抽搐 宁笑道 这下李云霄是死定了 偷学了江家的声化雷霆 百分之百死度一条 他突然 一下子心情大好起来 若是早知道李云霄会这一招 直接告诉江家之人 也用不着自己出手了 勾心光 善善地说道 子灵公子 那我们还要出手吧 你这些手下 快要挂了 阮子灵猛然一惊 急忙道 出手 快快出手 他额上冒出冷汗来 这些可是阮家的中间力量 若是都挂了的话 后果他不敢想象 勾心光轻轻应了一声 挥手之下一道强大的剑光 从天而落 直接斩向雷狱当中 剑芒所过之处 地气纵横 劈开那青色天地 由五地强者出手了 出手了 李云霄所画的雷狱之火 猛地伸出一只大手来 举起那锤子 就对着剑光轰了上去 砰 剑芒轰在锤子上 震出万道雷电散开 霓虹桥 骤然塌夸 李云霄所画作的雷狱 一下子变回原形 整个人连带锤子一起 被震落了下去 坠入了水中 哗啦 溅起了一道惊天的水龙 就失去了踪影 一道人影从天而落 肩上扛着一柄大剑 站在断桥之上 冷冷地望着河水 天空上被雷电轰重的 数十名五尊强者 朝四周飞散而去 不少人已经看不清模样 只是一身焦黑如炭 死绝了大半 该死 该死啊 软子灵气得浑身发抖 连连树掌拍在那鼓琴上 直接将他震的报废 一把给扔了出去 眼里尽是阴霾之色 勾大叔 李云霄坠入这河水内 不会借机逃顿了吧 勾心光笑道 子灵公子放心 这河水 可是用来祭炼泥石的地方 下面各种阵法尽致 足足有上千道 而且还有我二弟勾月光阵手 他若是在岸上 也许还有一分神机 下到里面去 那是必死无疑了 轰 突然河水中出现一道漩涡 将湍急的水流全部止住 猛地爆炸开来 震起一道水龙 直冲天际 李云霄的身影 在那水龙当中若隐若现 断桥之上 扛着大剑的勾日光 冷哼一声 宽阔的大剑 就往水龙之中斩去 一下子挥出数百道剑芒 直接将那水龙斩成粉碎 只有漫天水气散开 而其中 却不见李云霄的身影 勾日光脸上浮现出一片冷笑 举起手中的大剑 就在原地挥舞起来 一道道的剑芒 朝四面八方破空而去 将整个天空斩得七零八落 一下子出现了上百道空间裂缝 恐怖如斯